接下来就是帮各位把电镀的再重新整理一下 电镀会镀很多东西 我们等一下会什么镀镍的镀银的不一样 所以呢 A镀可以镀B可以镀C可以镀镭会不一样 我们现在用铁钥匙镀铜来做说明 那我们讲过铁钥匙镀铜铜铁钥匙叫做肺镀铜铜铜叫做铃镀铜铜 这个名词要弄懂 好来所以第一个问题 谁要在正级谁要在负级 请问你也要在哪一级 那提示我讲过的一句话 放在心里可以帮助你记忆 金主都在哪一级升神 负级 在负级升神 那我要长铜 所以呢 放哪边 你要在哪里 我要在这里长铜出来 所以这要放哪几 负级 好同啊 正级 然后这要做重点一 重点二正级半反应 负级半反应 这里是要长铜对不对 半反应怎么 这要长铜出来 所以怎麼刺誰變誰 所以銅鋁子變銅 西乎是惡政對不對 所以 西乎是西乎是西乎 我想過你要記住 金屬都是在複齊生成的 要生金屬的 那 正值到哪一邊 變度這地方哪一邊 銅變成 銅鋁子 OK那記得 OK 我講過了 這個半反應比前面的更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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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記清楚 好這樣說重點一誰在正誰在負 重點二 正值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重點三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變淺 來正值質量 正值叫做銅變銅離子 所以質量會怎樣 減少 目前 銅離子變成銅 所以質量會怎樣 增加 它顏色就是濃度 濃度會怎麼樣 來想一想看 有一邊是銅變銅離子 有邊是銅離子變成銅 掉一個 掉下來一個 少掉一個 掉下來一個 少掉一個 所以濃度會不會變 不會變 濃度不變 顏色會不會變 不會 因為它的顏色來自於銅離子 所以顏色不變 這叫做銅離子的第三件事情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第四件是叫做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來考試會問的 除了問我們直流電之外 除了問直流電之外 還有這個 我想要度銅 我想要度銅 你的電度液要含有誰啊 要含有銅 正確說還有什麼 銅離子 這就是所謂的 你度物的金屬離子 你要度銀就要有銀離子 你要度銘就要有銘離子 你要度銘就要有銘離子 你要度金就要有金離子 所以要度一個 你度物的金屬離子 然後剛剛你講過的很無聊 可是就愛問的問題 用誰除袖啊 用誰去油屋啊 先裝什麼水 再裝什麼水啊 來 第一個用誰除袖 剛剛講誰除袖 用誰除袖 紗子 用誰去油屋 新亞化納 新亞化納 去油屋 然後 先用什麼東西沖起 蒸六水 再用谁冲醒 丙同很好 就是前面已经提示过你的重点 再把它整理起来 请你把该背的背好 可以吗 可以